音乐家演奏古典吉他乐曲 为皮诺美术馆老派新艺艺术银行沙龙展揭开序幕 此展由皮诺县政府文化处 新手财团法人台湾美术基金会共同策划 展出艺术银行构藏作品67件 以当代艺术表现手法 呈现老派展成形式的想象 与重新诠释题材内容的可能性 那主要是用艺术银行的一个藏品 来做一个所谓老派心意的一个对照 那在老派的背景之中 我们就是用沙龙展以及古典题材 这样子一个背景脉络 来做一个当代作品的 就是用当代艺术家来看看 他们会怎么样诠释这些古典的题材 来作为一个展览的核心 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新的诠释 展览主题包括以轻松威胁手法 反思宗教信仰 领袖权威的典范转移 以及人事故样貌 日常印象 人为风景 当代敬物的描绘 台湾美术基金会表示 文化部艺术银行计划 自启动十年间已扶植超过一千位 台湾前例艺术家 构藏于三千件艺术作品 沙龙展的作品来自六十位艺术家之首 多位艺术家特别出席开展活动和引流年 策展单位指出 过去在沙龙展时代 展示依照作品题材的阶级进行高低排序 当时以宗教故事 君王事迹 与史诗文学等内容被视为最高等 其余类别包含人物肖像 日常风俗 风景及敬物等 对照现今艺术家的创作 内涵和形式与过去不同 其透过艺术家的创作与会 带领观者一探五大题材 在当代可能具有的样貌 这些作品其实都是台湾非常新锐的 这个现代艺术家 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到 这一次的这个艺术沙龙来看 是用非常古典浪漫的一种 沙龙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方式 但是可以看到很多 新锐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大家可以到美术馆来 来享受整个艺文跟整个艺术的一个饗宴 艺术银行沙龙展 于皮诺美术馆展至11月17日 文化处关于民众前往细细品味 而为丰富观众的观展体验 展览特别设置 以缩小比例的展场空间图 搭配作品图卡 让观众可以手动操作体验 自行策划独一无二的沙龙展 提升观展趣味与感受 记者张如意有见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